今天要教大家三招如何在谈话间制造更多的话题 打破冷场 话题分为两大类相关话题 无关话题 阿伯特早啊,怎么样吃过早餐了没有? 吃过了啦,但是炒果条是水准啊 哎呀,讲到炒果条 你一定要试看我公司附近的那间的 虾子新鲜鸡蛋打破不油又不咸一流哦 真的吗,这样我们五张去吃可以吗? 当然好了,你讲到我口水都流了咯 诶,什么你? 悠悠臭臭这样? 我的车咯,突然间坏掉,修了一大笔,钱都用光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 是啦,又爆胎又吹滚,电池又死掉 你那个项目做到怎样了啊,今天要教啊 对对对 哦,来来来,走走走,还有差一点收尾就搞定了 来来来,走走 找话题其实很简单 在对方说着说着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开始拟定下一道问题、心得和内容啦 Tip No.1 从话题中找话题 在对方说话的内容当中 找出合适自己分享的关键词 然后延续分享 嘿呀,我开车的时候啊 最讨厌啊,前面的车啊,开到慢吞吞的浪费时间 是啦,开车是这样啊,厕所也是这样 三个礼拜,我去那个shopping mall,哎哟,厕所爆满啊 不是在里面当兵呢,是在里面投眼看戏 哇,你是怎样知道他在里面看戏咯? 当然啦,哪里有人哦,一面当兵一面哈哈哈哈 这样的 哈哈哈哈 Tip No.2 反问 反问对方分享的话题,使他把内容说得更仔细 分析得更加臭底 诶,不如我跟你讲 昨天我吃到全世界最好吃的关键 真的怎样好吃? 那个包你一口咬下去哦 那个肉的脂哦,冰! 挽出来 哇,到底什么味道的? 那个味道就是 甜,又加一点点辣 但是哦,你整个东西咬下去成一团的时候 哇,那个味道咯咯咯 真的吗? 喂,比起那个老当卖的怎样,怎样分别吗? 很大的分别 便宜,菜又新鲜 而且哦,一粒下去,饱饱一整天 两道玩到底多少钱? 啊,你不敢相信的啦 两块半 Tip No.3 投其所好的分享心得 由共识地投入对方的话题 诶,我跟你讲,我刚刚买了芒果手机,超好用的 是啦,我特别喜欢的闹钟,想得不得了 对啦,但是我喜欢它拍照功能 蛤,想到拍照功能 那天哦,我拍了我阿嬷,突然间变成美女 哈哈哈哈,笑死人了 那天我拍了我妈妈,变成了阿嬷 诶,还有还有咧,现在我打电话不必按得了 讲就可以了 你啦,真的是超好用又便宜的咧 我买哦,才两块半嘛咧 蛤,又是两块半?我买不了咧,两块六毛半 万一,碰到问一句,答一句的人,该怎么办呢? bonus tips,来来来 首先,到厕所,将手机闹钟声换成来电铃声 接着,将闹钟设置五分钟后响 然后就,Action 啊,哈喽哈喽,啊,哇,呜,哇,在鼓励啊,真的啊 OKOKOK,将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OK啊,嗯,拜 诶,sorry啊,我要先离开啊,很高兴认识你啊,嗯,拜拜 那,先说明啊,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啊 好,谢谢刘姐啊 哎呀,你问到吗,这样我不是帮你想想办法咯,哪后果自负啊 日常生活中,常常要抓东抓西,给它分析,造句,定能多多改善我们的沟通话题哦 讲这个容易,你示范一下啦,那 呃,铅笔,铅笔,讲到铅笔哦,就让我想起中学时期考试的时候呢,铅笔都笑好了,但是一题都答不出来 呃,水壶,水壶,虽然水壶哦,女生比男生更加会喝水 但是很多人的水壶里面装的不是水啊,是饮料 所以喝了一整天,都是糖分的和色素,很可怕的 记得,人体哦,有70%的水分哦,多喝水,多喝水 怎样,很难没,就这样咯 所以也记得咯! 呃,你们做么,被管的玩都讲完呢,喂,啊,记得啊,不要subscribe啊, 还有,还有,不要follow我们的facebook啊,喂,喂,喂, via,有没有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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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嗚,啊,嗚,啊,哼,啊,喔,啊,喔,啊,喔,啊,啊, 唉,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